让主要预测的声音才会又响亮又饱满 我们的研究音是探讨主要七到大小对小度音频与音色的影响 我们这个阶段总共做了四个实验 前三个实验我们是在探讨七到大小对小度音频的影响 过去相关研究架构 发现研究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使用经验评价 于是我们的研究目标就是要整合过去的相关经验评价 整理出属于我们的自己 就是发展出我们自己的那一种 我们的实验就是这里有一些材料 就各位看到这里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韩国面包 我们这个季光饼主要的主要复杂的地方就是我们家的是韩国面包 因为韩国面包它本身会让整个产品就是带出一些Q弹的口感 我们研究的目的 一 探讨不同物品毛性现象的情形 二 研究油跟更新材料与燃烧品质的好坏的关系 三 探讨液体油的种类与燃烧的关系 在同期主要的情况下下落时间也实际上下落距离的下落时间和平方程症 而研究根据时间距离物质师傅状量 使用大社区决设处和内存浓浓的早处 只当在自由落实之下我们得最长时间和最长距离 第二 比较物种天然清洁剂针对一般小朋友常见的脏路问题 第二 探究天然橘皮酵素加上其他的清洁剂在比较物成比清洁剂的趋劣 我们的研究过程分为三步骤 经常生活中的颜色性塑胶 最后应该成为世界上最难搞的场址 而能重大的生态耗尽 我会调查如果可以利用最多可得其他被生物分解的材料作为生物塑胶 可以减少对生态的破坏 我们研究中间的鱼获量比较多 制成鱼文后鱼骨的气质不用 Type 2 的部分 Type 2 的部分它的症结不会列在提卡中 所以呢我们是可以假设有五种 那假设是A 微症-10 接下来呢选取的是物品 物品有六种选法 这一次我们也是五位 全部都是四大数学系 生物系 物理系 公教系 化学系 五位教授 都是专家 他们就是这个实验的专家 来做这样的评论 我现在我不知道结果怎样 可是刚刚就简单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听到他们大概 觉得我们孩子的在这样的发想 或者是实验的立场都会用心 在这里特别谢谢 谢谢每一个学校的校长都要是辛苦了 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 非常重要的一个孩子 实验精神的压力的立场 优点从去年我来评的时候 一直延续到现在 就是说呢 非常多的组员 都是结合了马祖的地方特色 诶 这个部分如果有信到博展的话 它是一个奇兵 也就是说如果评审发现 诶 你这个东西体学 台湾就是没看过啊 那你又把这个东西在做神话的研究 甚至可以变成一个食品 一个成品 一个更有效果这个民生的一个发展的话 特别是我们这次应用科学非常多 那如果说能够结合地方特色的话 的确对于这个得奖的话 是有这个帮助的 国小组第一名 得奖的学校 中正元中 众品名称 前女男生 国小组第一名 得奖的是 仁爱国小 众品名称 集中兴随 各种 众品于 林玉堂 正女杰 指导老师 王慧蓝 却运 一二三